歡迎來到室內的體育館 沒錯 來動動腦 來動動手腳 而且來這邊交交朋友 今天兩隊算是穩武雙拳 是耶 對不對 一隊呢 他的體育競賽非常厲害 有一隊是我學弟妹 真的嗎 那我們今天好好介紹 先來介紹 好 先來介紹 棒球隊的同學 對 同學是來自台北的 東元國小棒球隊 得過比賽第一名的他們 對於比賽的求勝心 是比任何人都強喔 如果以棒球隊來講 你們的皮膚算是白皙耶 是嗎 算比較白 因為通常賽很黑 你們都什麼時候的時候練習啊 兩點到下午 兩點到幾點 六 七點 兩點到六 七點 到六 七點的話 那你們晚餐怎麼吃 自己回家吃 自己回家吃 對啊 對啊 我發現念棒球的同學有個 有個很奇特的歌 怎麼說 對 他們講話第一個字都很大聲 那你們都記得練習 如果你要有禮貌 叫他跟加油一樣 加油… 這裡有一個人 是 不要… 國稅局局長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媽媽在國稅局上班 那可以叫你媽媽 扣我們的稅扣少一點嗎 不是 為什麼… 可以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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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獎算是我們 國民英俊的義務 是… 對不對 很厲害喔 還有去參加過 歡迎你們 謝謝 好 請介紹我們 心靈姐姐的學弟妹了 你們好 藍隊是來自台北的 松山小精靈 身為心靈姐姐的學弟妹 一定要用盡全力 可不要讓學姐露氣喔 這個是誰至高奮勇 要來報名的 她嗎 真的 紫棋媽媽是不是 是喔 OK 那你們有看過我們節目嗎 有 有 有沒有對哪個單元準備很久 最喜歡的有沒有 超級金頭腦 超級金頭腦 有信心 你覺得我們的題目 都出得很有趣是不是 都滿有趣的 OK 很棒很棒喔 你們好可愛喔 學姐妹加油 希望你們今天玩得開心 好不好 好 好的 到底誰可以獲得 我們今天的八千元獎學金呢 馬上進第一個觀看 走 超級金頭腦 超級金頭腦 最好玩最好玩的 是 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可以學到各國的知識 甚至還有我們每一集呢 都會有我們的特別嘉賓 來為我們出題 對 今天是小小兵要來出題喔 超可愛 請出題 Good night Good nigh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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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 Good night Minions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villains in the world But I am going to be a super villain This world is mine for the taking Make me king As we move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This puny little child thinks he can be a villain I am pretty despicable You better lose this now The music's the moment you own You better never let it go But you wanna give one shot De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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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好可愛喔 這件小小兵真的太好看了 到底我們的影片要出什麼題呢 老師請出題 請問 小小兵頭上戴的安全帽 發明是仿造什麼動物呢 A 鴨嘴獸 B 啄木鳥 C 金龜子 安全帽的發明是仿造什麼動物 對 它的發明是仿造動物 我們節目整學到好多知識喔 鴨嘴獸 金龜子跟啄木鳥 OK 數到三 請讓大家來 1 2 3 同隊是A 鴨嘴獸 為什麼覺得是鴨嘴獸 因為叫鴨嘴帽 應該叫鴨蛇帽 鴨蛇帽 可是它是用安全帽耶 對啊 很像啊 是不是安全帽也有帽顏 有喔 是 就是很像鴨 鴨蛇帽的意思 哇 你說得很好耶 滿有聯想力的喔 這邊答案是金龜子 為什麼呢 因為它殼是那個 殼跟人家安全帽的那個 就像半圓形的金龜子對不對 對 到底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啄木鳥 為什麼呢 因為安全帽的發明呢 是受到這個啄木鳥的啟發 啄木鳥每天都那麼努力的啄術 但是卻不會受傷 所以這個研究就發現 啄木鳥它的腦殼構造很特別 可以保護它的腦袋不受傷害 所以人們就依據這個 啄木鳥的腦殼的構造 來改進成為安全帽 讓它可以有緩衝的作用 好 當然要答備 是我們的知識題 是的 第二題的老師請出題 美國從1998年 發起國際不打小孩日 請問是在每年的幾月幾日呢 不打小孩 A 4月30日 B 4月22日 C 4月1日 美國 各位是美國 1998年 現在因為 也是不提倡 體罰 對啦 就比較愛的教育 可是有時候真的忍不住就 我以為是罵我女兒 罵完之後 我慚愧了兩天 真的假的 沒有看到她都懂無故樣子 我會覺得好難過 可是她罵完會不會轉身就忘了 對 妳笑而已就這樣 OK 好 我們數到三 請她答案擺 1 2 3 紅隊是A 4月30日 確定嗎 確定 為什麼知道這個節日 因為媽媽有跟我講過 因為媽媽有跟你講 這邊也是A 為什麼呢 又齡 你知道這個節日是不是 4月20號是世界地球日 然後4月1號是零 零人節 4月30號妳沒有 沒有 就應該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妳看她對數字真的很清楚 所以她了解4月1號跟4月22號是什麼節 對 像我們不太清楚 4月22號是什麼節 我不是 世界地球日 世界地球日 OK 好厲害 我們學到了 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4月30號 恭喜包大隊 這是台灣的從2006年正式 共同響應 每年的4月30號 國際不打小孩日 自己講完都覺得好害羞 衛福部表示 邀請每位程車試試看 不要打小孩 試試看 最早這一天天我們不要打好不好 也許你會發現 將來每天都不需要打對不對 沒錯 其實我們也希望說大家 家長可以透過正常跟正面的 管教方式 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讓孩子在生活中 沒有折打的環境中 可以快樂 健康 沒有陰影的成長 對 沒錯 今天接下來下一題老師 請出題 C 接受後馬上拿下花環 喔 阿諾哈 阿諾哈 然後就刷一個花環 原來它是有意思喔 是的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不是內疑的 不能做的那一件事情 對喔 OK 好 數到三 請讓答案吧 1 2 3 但是C 接受後馬上拿下花環 為什麼覺得是C 因為如果馬上拿下花環 就是有點感覺不禮貌 有點就是不想要這個花環 然後就馬上猜下來 你確定是 這邊呢 也是C 為什麼呢 因為感覺 好像不禮貌 這樣有點不尊重 那夏威夷是這樣嗎 我們要看一下 那些答案是 就是C接受後馬上拿下花環 恭喜答對 夏威夷總是拿手拿著花環 跟熟人見面的時候 或者是朋友來的時候 會收到花環 就好像是我們見到面之後 會握手一樣到 但收到花環之後 如果從脖子馬上拿下 拿下來是不好的 也不可以馬上拿下來 去轉送給別人 對 除非你轉正的對象 是你的家庭的成員 不然的話會被人覺得說 非常不禮貌的感覺 對 也對 因為人家送你東西 你趕快拿下來 像是你不喜歡 有點嫌棄的感覺 對 沒錯 好 OK 好 接下來下一題 好 這個也太寬大了吧 是啊 我跟妳講 小小兵曾經做過一個事情 他就在這個冒煙 全部放 然後拿那個韻語水片 直接這樣沾著吃 小小兵曾經做過這個事情 菁菁哥哥現在這個就是 墨西哥經典大草帽 為什麼冒煙特別特別寬呢 請翻答案板 1 2 3 這邊是A 冒煙可以裝東西 為什麼覺得是這答案 因為它那個冒煙的旁邊有 往上凹 往上一點 小姐 所以覺得它會可以放東西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 把棒球放在上面 可以 因為它不會掉出來 它有冒煙對不對 就這樣滾啊滾 這邊答案是 B 太陽太大 為什麼今天是B 因為它在南北跟北冕中間 不是就是那個什麼 刺線 很熱的 刺道 到底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 B 太陽太大 太超兵了 沒錯 因為這個墨西哥呢 地處熱帶氣候 氣溫非常的高 所以農夫呢就有水草 還有麥梗 編織成為這個大草帽 是的 最突出的特徵呢 就是帽圓非常非常的寬 是的 因為這個太陽呢非常曬 為了在生活中呢 能夠遮陽避雨 避免被曬暈 所以呢就把這個帽圓 弄得非常寬 是的 恭喜 藍隊 謝謝你接下來最後一題 老師請出題 Yup 請問跟愛爾蘭人打招呼時 不能用哪種姿勢呢 愛爾蘭打招呼的時候 不能夠擁抱 或是不能夠擊掌 Give me five 或者是握手 交叉是握手就是這樣子 感覺這三個都滿友善的 對啊 都OK啊 可是在愛爾蘭 有一個是不可以的喔 數到三請翻答案吧 一 二 三 紅隊是B 擊掌 為什麼覺得是擊掌 你看 那就是郭成宇的拒絕 那直覺九十二都猜得到 對 所以你覺得是B 擊掌 猜的 但是我們藍隊有不同的意見 C 交叉式握手 為什麼覺得是 好 婉玲 交叉 有一些國家 婉玲去過很多國家對不對 但我沒去過這裡是 剛好沒去過 但是 婉玲還去韓國 當過小花童對不對 哇 好厲害 感覺左手跟右手交叉 有些可能會不吉利之類的 到底是什麼呢 請公布這裡 答案就是 交叉式握手 怎麼那麼厲害 在愛爾蘭呢 當兩個人握手的時候 兩個人的手掌不能交叉 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平常握手的方法 對愛爾蘭認為呢 這個是不吉利的十字架圖案 是胸罩的象徵 日後呢 必定會招來不幸 可是呢 其實在其他國家還有 就是愛爾蘭我們要小心一點點 入境隧疏 我們來追趕 推全氣候的超級走動員 拜拜 謝謝大家